哈啰 大家好 我是红少奇 欢迎回来我的YouTube Channel 今天就是大家敲碗敲碗敲碗很久的淘宝开箱 进进 我是红少奇 不是红少奇 其实今天就这么一个小箱 但是我也不太确定我买了什么东西 你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跟我一样 就是每次买的东西 然后又不知道自己买了什么东西 所以今天就拍一个开箱 因为大家还蛮想要看一下 就是我们平时会买什么 然后我记得我这一次很像 买比较多是那种斑嘛 是牛奶 牛奶色的那一种衣服 就开箱 非常快速的开箱 快点了 其实我还有买了很多淘宝的东西 但是因为那些都是关于家具类的东西 我只是等之后搬家的时候才来开 因为方便我就是直接搬去新家 不用再重新包装 所以就是等之后搬了现价的时候 再开箱给大家看 所以之后会有很多淘宝开箱 开始了 第一件先看到的竟然是一个橙色的衣服 其实橙色衣服是为什么 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得到很长就是 一些KOL会post 关于Shopee这个广告 Shopee其实他们通常要的广告 我是需要乘着衣服 所以之后搬家了之后就没有邻居可以借我衣服了 所以我只能自己买了 不然平臭啊 对我都是跟Q 我什么借钱 进进进 哇 这是一个短款的衣服 你看我又买短款衣服了 我真的是不知道我买了多少件短款 可是哦 这个布料 非常的厚的那种布料 这个会非常的热 但是它好在是它是可以这样打开的 就变成有一点半外套这样的状态 可是这一件实在是有点太热了 哇 就是很热的一件衣服 但还有这个吊带是吊哪里咧 我不太记得了 应该是这样吧 嗯 第一件就是一个非常热的衣服 第二件是啥呢 哇 好像是 紧身的衣服 可是它的弹性是蛮好的 那种属于那种可以去运动穿的那种有弹性的 and then 这个是裤子 然后我就记得我买了这样的一个套装 应该是运动套装之类的吧 可是这一个感觉很像安全裤 长版的安全裤耶 为什么跟我想像中的不一样 第三个 这个是安全衣 就是那种小背心 安全的内衣 有没有很多个一样就是那种安全裤啊 打底衣啊 很常都会不见 为什么这种东西特别容易不见 这个感觉质量蛮好的 就算里面也有自带的一个海绵 就算有时候你只是穿一个new bra这样的话 还是可以有那种胸型可以看到 诶我觉得不错 我刚才讲话很痛啊 我的牙齿 哦 轻轻轻 哇 这种裤子其实是很多男生喜欢的身体裤吧 但是它感觉这里有点长 就变成大腿这边会很上来 就非常的low 而且它也太高腰了吧 你看 它如果是穿到这样子上来的话 它这个高腰到直接我的胸裤 我的胸裤 我是因为听老师讲 如果你觉得你哪里肥叻 其实不要把它包包着 你要经常露出那个地方 这样的话你才可以正视你自己的问题 我就是因为大腿很肥嘛 所以我一直也都很少被要穿短裤 所以我就要多买这种短裤来正视自己的问题 这个蓝色为什么跟我想象中的蓝色差太远了吧 这个蓝色是灰蓝色耶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颜色 就是我觉得不管是哪里买东西 最害怕就面对这种颜色不对的那种问题 心情不好耶 它是蛮显白的感觉啦 应该啦 要穿出来才知道 等下来穿看呗 为什么又是这样的一个蓝色 到底这个蓝为什么会一直有这样的一个蓝 这个蓝还比这个蓝丑耶 这个还比较灰一点 又比较有质感一点 这真的很趣味 而且它这种布是那种很松的布 我很讨厌买到背心买到这样很松很松 根本没有一种紧身的效果 就变成你穿了 哇整个会看起来不显身 穿背心就是要一种显身的感觉 可是这种的话又不显身的话 不知道耶 等下穿看看 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这一套我很喜欢的 其实这一套我有买了一套是灰色的 你们一开之前看我的IG都有看到 我有post过这一个灰色的上衣 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蛮好看的 直接买了多一个颜色 因为可以找到好看的话 我通常就会再去买多一次 一不一样的颜色 哇 i like it 而且也是套装哦 其实我觉得同个色系的颜色这样穿下来 整个很像套装这样 就蛮好看的耶 整个其实不会说到 因为如果你单单只是这样穿一个短户 的话就觉得很像很随便这样 可是你穿买这种上半身 你会觉得哇 整个很像很有惊心打扮的感觉 哈哈哈哈 哟哼 也是裤子 也是一个身体裤这样的感觉 啊 为什么又是这样的颜色 跟我想象中的颜色又不一样了 这个有点带黄黄的颜色这样 它要米不米要黄不黄那样 而且它的线头没有到很好 就感觉就蛮chip的耶 而且很多那种落掉的线 OMG 到底是什么店 这种衣服可能真的又穿一两次就没有穿吧 手机 又要让我失望的一个颜色 这到底是什么轻 我硬看中我买的不是这样的轻 啊 而且 它没有质感了吧 为什么 OMG 这轻 实在是有点失望的颜色 要怎样形容这种轻 这种轻的呢就是 很难搭 而且它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而且它是这个那种 针织 这种不算是针织布嘛 不知道叫什么布 但是就是 是可以大处好看 但是哦 其实你穿出门就会很明显感觉 这个衣服的质感没有让好 拍照的话还是可以好看的 但是就是你如果穿出门就可以感觉很明显感觉到那个质感 而且很薄 非常的薄 我都可以看到外面了 这种真的是只能拍照 难道又是一个让我失望的颜色吗 这是塞啊 这个背心也太短了吧 应该下面都漏完出来还是上面会漏完出来 它是套装 为什么它这个裤太像老阿嬷的 所以叫裤 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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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感觉还不错 它是直接是连 连 连身裤的那一种 我还很少穿过这种 而且它的布质也没有收到很不好啦 感觉就是那种洗多几次会起毛的那种布料 但是这种衣服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费尺的东西 就变成是你完全没有办法调整好你自己的身心 因为它不是说那种有一个绳子给你拉 又不是说那种比较弹性的可以给你调整 所以这种活泽是只能赌一把来买 我的牙齿太多了 买了一个类似一字领的这样的东西 这种我觉得是不错啦 因为它的布料也不错 然后这个它的弹性也很紧 所以就不太会掉下来这样的可能性 然后它也就长修这样 又是橙色的衣服 又是为了Shopee买的橙色衣 天然赚啊 这个很美耶 这个是一个套装来的 这个是一个裤子 它其实不是底裤耶 它其实是一个类似泳裤吧 我不知道算是什么裤子 然后它是一个这个上衣 而且它的质感很好耶 就是一看都知道就是那种很好的布料 就是比较有厚感的布料来的 但是真的是实在是有点太小见了 它整个布料是有点小的 OMG 要穿进去就是直接看完 奶奶 可是很好看耶 就是很好拍照 拍照起来很美 很有质感那样的东西 哟吼还买了 呀睡觉衣 这个是睡觉衣 可是很像有点太小孩子这样扮 可是我好像不太会拿来睡觉穿 只是小孩子耶 OMG我第一次买睡觉衣 然后就很像小孩子这样 你们有没有穿睡觉衣的习惯 但是我都是拿那种 比较大件啊 很像Chusha的衣服啊 那种黑色普通通通 比较大件比较舒服的衣服来穿吧 可是觉得感觉很像需要有点仪式感 所以就买来看看 可是有点太太小孩子吧 这个 接下来就是你看 最近很流行的这种伴啦 哇 这家超痛 完全流行什么咧 你就可以去看淘宝 他又一下子会出现那种 很多同样的东西给你看的时候耶 就是差不多大家都会买的时候啦 我也是就是被送草了 就买了一下 可是这件为什么这样大件的感觉 这是M-side 他这边写 别太大件了吧 他虽然可以拉 可是 自己叻 哟 这是很多人在穿的性感斑马衣 为什么是鞋尖的 我买鞋尖了咩 Oh my god 我只有不知道我自己买了什么耶 他就只有一个尖 Oh my god 这个我一定很难穿 这种需要有一点胸才能撑起来才会好看 如果不能穿就要给Mishio了吧 不要火焦买这样多斑马衣 没有一件能穿 哦 这个衣服 它是夹两件式的衣服 就是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背心 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背心 然后它外面就是一个这个斑马 哇 有点难看到这个到底是怎么可以吃 就是这样 可是它里面是一个小背心这样 然后后面有一个07号 真的没有印象我买这件衣服 哦 OK 这个斑马西装外套也差太多了吧 为什么我感觉今天都在采雷 感觉今天今天买的东西就没有很好看 跟我跟我印象中的东西就没有很好看 GG 买了一个很假完美的一种帽子 唯美的帽子 那我拍照 我一美赶出来了 嘿嘿嘿 真是的 很多这种 买啊 又不用的东西 帽马帽子 又是看不到我 刚才好看 可是这个拍照会好看啊 就是那种 不要看到脸的时候 又是帽马帽子 为什么要一直购买这样多 我都不知道 因为到最后很快就没有人看了这种帽子 就我们同个设计 因为这个不错看 好好 最后就是一个眼镜啦 眼睛眼睛 很帅 非常的帅 很好拍照 装置 刮卡 呀就这样空了 我来穿几件我觉得比较好看的吧 其余那些不好看的我就直接不要穿了 哈哈哈哈 so let's go so let's go mmm so cold get warm when you hold me when you close i know i know i know i'ma loss case i'ma mess yoo yo 该穿了之后我觉得 其实还蛮多是蛮好看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真的需要穿上身 然后去配一些穿搭来讲的话 就可以好看很多 你看其实这件也是蛮好看的 刚才这样拿的时候觉得好丑 可是这样搭 因为它这个肩 它是有力气来的感觉 所以变成整个是很酷 看起来你的肩膀很大 就很好撑起这种西装的感觉 So 竞见的套包开箱就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这样开箱 或者做一些比较关于服装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以后可以多做 So 你们今天喜欢我穿的哪里一套 也可以在下面告诉我 也欢迎大家可以去我的IG上面 看我更多不一样的衣服或者照片 看我可以用这衣服穿出 怎样不一样的那种风格还是怎样 因为都还没有认真真的去试试看 所有的衣服怎样搭配 So 今天影片就能结束了 呃 噓 我送少奇不是送少奇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 所以如果你们还想要看我拍什么样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送少奇不是送少奇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 Bye 拜拜 一、二、三 放棄